今年是一个虎年 本来是一个虎啸 所以可能会变成猫生 黑天鸽本来是看起来 是不是太大只 它慢慢变大只 空同总司令严秉丽说 虎年房市没有虎虎生风 反倒变成小猫叫 还断言 2022蛋白渠房甲得不配胃 第一季后将会校正回归 今年量会说 央行所有的动作 都是对抑制房价上面 绝对是有效的 中央先后寄出四次信用管制 打炒房断金流不手软 也要防止黑天鹅越养越肥美 另外土建融洩内下 今年第一季土地交易量 跌至三年新低点 只有455亿元 这样的趋势下 让建商无地可盖 而洋行第一季大动作宣席 在严丽眼中 是抑制房价的最佳利器 价式比较平稳 那量是在收的 今年的第一季的量里面 它量大概是掉了 大概是10% 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量会在收 但眼前高通膨高涨的 营建成本已经拉抬 终端房价 根据统计台北市第一季 预售物案 每瓶开价破百万 年涨6.8% 新北市每瓶也有50.6万 年涨9.8% 329档期 全台七都推案量超过7000亿 创下五年新高 专家认为 2022的房市不但价蓄养 量也为增 价格还有可能蓄养的一个可能 那量的话 应该会为福的增加 预售家屋草的一个关系 所以会让整个这个 衡交量出现一个 虚胖的一个状况 反应营造成本 它势必会把这个增加的 营造成本 转嫁到房屋售价上 是多头还是空头 两派论战没有交集 现在就有看央行 身洗脚步会不会跟进 美国一步一趋 也左右台湾的房市走向 欢迎收看张老宝 蔡宇剧前面今天 台北参谋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